还记得上学时课桌上的那些课字留言吗 正是因为这个才发生了这件让我可怕的事情 这天下午第一节课 漂亮的女数学老师在讲台上神采奕奕的讲课 但台下的我却昏昏欲坠 无意间 我看起了课桌上之前同学的留言 只见自己各异文字里流露出的各种情绪在我眼前舞动起来 我饶有兴趣的一条条阅读起来 但大多数都是比较无聊的留言 唯有边角处几行俊秀的笔记吸引了我 字很明显是女生写的 只见写着生活的压力这么大 感情工作不如意 人生还值得留恋吗 也许死才是解脱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女生对生活的失望 顿时我就觉得有必要开导下她 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两天后我再次去上课时 再次坐到这个位子 看到我之前的留言下又多了几行字 跟上面的那个字体一模一样 看到这行回复后 我顿时因为自己的开导无效产生了挫败感 就不甘心的继续在桌上又写了几行字 心里想着她看到这些文字时会是怎样的表情 并且非常期待着她的回复 果然几天后上课时 我再次看到了她的回复 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我的感谢 并且她也貌似重获了对生活的信心 我瞬间被感谢内 就这样 接下来的日子 我俩经常通过客桌留言对话 并且我也改变了以往逃课的习惯 渐渐变得喜欢起了上课 小仙啊 你最近有点反常啊 每节课都不落下 这不大像你的风格 于是我就把客桌留言的事情告诉了阿杰 阿杰听后忽然说 那你怎么不约她出来见见啊 阿杰这句话一下戳中了我的大脑 于是这节课我立马就在桌子上留言 要求约她出来见见面 下节课我满心期待的来到位子上 只见有了新的回复 但这回复的让我经不住在大夏天出了一身冷汗 我慌忙抬头环顾了下四周 除了周围的几个同学 和讲台上正在讲课的女老师 没有其他人害怕疑惑的情绪 瞬间充斥了我的全身 我就抖着手在桌子上写下了新的回复 希望她不要用这种玩笑吓我 可下节课上课时 我忽然发现桌子上之前的留言都被擦去 只留了一句话 亡灵的世界还是值得期待 看到这句话 我顿时吓坏了 心想着那女生到底怎么回事 高能律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可正这时 忽然搬上传来一阵女生的尖叫声 我抬头一看 竟看到数学女老师自奔了 全身着起了火 并且眼神死死的盯着我 眼神里似乎充满了对我的感激 后来我才了解到 这位女老师因为感情工作等原因 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日本被火烧死 也许是她认为的解脱 好基尔阿杰 从不幸险 迟到遇到了这件事 那天晚上 我在篮球场和室友三人打篮球 打到一半 我就因那集去了厕所 就独自跑到了一旁的教学楼厕所 可刚等我走进来 就忽然听到有人在一直喊 打不开啊 打不开啊 并且声音是从最里面一格传来的 我就走上前去问道 是打不开门吗 边说 我边把门拉开 你看这不能打 话还没说完 我才惊愕的发现 这个坑位并没有人 那刚刚说话的是谁 想到这 我浑身毛骨悚然 就被吓得大叫着 跑回了篮球场 并把刚刚的诡异经历 告诉了室友三人 二狗和丁丁听后 纷纷一论道 这一定是几年前 死在厕所的阿基 他回来了 听说他是在学校的厕所里 心脏病发作 而门锁恰好的坏了 所以打不开厕所门 结果就死在了那里面 二狗话音刚落 阿杰就反驳道 这世上哪里会有鬼 我就不相信 之后为了证实 我没说谎 就带着大家一起去了厕所 可进来后 什么也没有发现 大家都在用责怪的眼光 看着我 顿时我就浑身不自在地挠了起来 小仙我就说没有吧 肯定是你出现混亭的 还有你挠什么呢 身上痒吗 我只是尴尬一笑 不知说什么好 之后二狗和丁丁觉得我谎暴军情 就扫兴的回了篮球场 阿杰也准备回去 我就一把拽住了阿杰 阿杰留下来陪我下吧 我还没小便 你等我下 我真的害怕 那行吧 你快点啊 我刚进去解决 阿杰就在门外 捏着嗓子说道 打不开呀 打不开呀 听到这我就知道这是阿杰假扮的 但还是犹如怕井绳般被吓得赶忙窜了出来 阿杰见到我狼狈的模样就嘲笑道 你这个小仙 真的太虚了 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小 顿时我就气急败坏地骂道 阿杰你小子等着 让你得瑟 我会报仇的跟你说 说吧 我就气呼呼地离开了这回的寝室 本来说报仇只是气话而已 可没想到的是 等晚上阿杰回寝室后 他却像变了个人似的 神情非常惊恐 并且满脸惨白 好像受到什么巨大的惊吓一样 他颤颤巍巍地来到我床前 祈求道 小仙 我知道错了 你以后别这样吓我了好吧 我心脏受不了的 你在说什么 阿杰 我哪里吓你了 还没吓我 刚刚差点要了 我半条命好吧 接着阿杰就把刚刚遇到的怪事告诉了我 原来在我离开厕所后 他也去小便了下 可刚进去没多久 他就听到最里面那个坑位传来凄惨的声音 打不开呀 打不开呀 小仙 你又想反过来 吓唬我是吧 开玩笑吧 我超勇的 好不好 你吓不到我的 说吧 阿杰就走进最里面那个坑位 打开门 可开门后 阿杰却诧异地看到 里面蹲着一个因痛苦而脸部 有趣变形的怪人 张着血盆大口 对阿杰说道 打不开呀 阿杰顿时被这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大叫着跑回了寝室 可是我刚刚被你吓唬完 就直接从厕所回了寝室啊 那我刚刚看到的是 那晚和好基勇阿杰在图书馆的经历 真的太可怕了 这晚天气异常闷热 我和好基勇阿杰就一起去了学校图书馆吹空调 但进来后我俩却惊呆了 只见图书馆早已人满为患 顿时我和阿杰就很惊讶 小仙 今晚这是咋的了 怎么大家都挤到图书馆来了 难道是因为天气太热 大家都来避暑了 不对啊 毕竟现在都这么晚了 哎 不管了 咱们坐电梯去六楼电脑室打电动好了 说着我和阿杰就来到电梯口 但等了大半天都没有电梯下来 无奈的我们俩只好爬楼梯上去 可爬到四楼转角处 就看到是有二狗和丁丁在议论什么 二狗看到我俩就转头说道 小仙 你俩这是干嘛去 我们去六楼打电动 刚说吧 二狗忽然脸色就大变 千万别去 我和丁丁正说这事呢 什么事 柳楼的宝洁阿姨跳漏了 就在上轴 你俩难道不知道吗 但阿杰听后却淡定的说道 死过人有啥好怕的 人死如灯灭 都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据说这宝洁阿姨死得很奇怪 当时她正在六楼电脑室拖地 可没过多久 就莫名其妙的跳楼了 有人说是自杀 但据她亲人描述 当天她心情很好 完全不可能会自杀 走了 小仙 别听二狗闲扯了 说着 阿杰就继续往上爬 我也跟了过去 二狗满脸惆怅地 看着我俩离去的背影 来到电脑室后 只见整个机房内空无一人 炎热的夏天 甚至还有些阴冷 我俩二话没说 就打起了电动 打得无意乐乎 正当我们玩得开心时 忽然背后 有人叫了下我俩 我们转头一看 竟是一位宝洁 小伙子 你们能整一下吗 我拖一下这里 无奈下 我俩就很嫌弃地站一边去了 等宝洁阿姨打扫好 我们就继续打了起来 就这样 一直打到晚上十一点多 我俩才疲惫地走出机房 正当这时 我俩才缓过身 不对 阿杰 都十一点多了 机房怎么还没关门 正当我俩一问时 一个背影挡在了我俩前面 只见他正拿着拖把背对着我俩拖地 高能律警 投币点赞 恶运退散 这不正是刚刚的宝洁阿姨吗 正这时 他猛地转过头 就在这刹内间 那扭曲的脸床顿时吓到了我俩 这时我才想起了刚刚二狗说的话 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好机友阿杰 就拉着我拼命地下楼 可来到四楼转角时 二狗和丁丁丁还在呢 快跑啊 二狗丁丁 那宝洁女鬼真的来了 样子很吓人的 可二狗却很淡定地冷笑了下 随后说道 怎么个吓人法 是像我这样吗 说吧 二狗和丁丁就转过头 只见他们二人脸上 跟那宝洁阿姨一样折腻 并且还散发着语异的笑声 太诡异了 我的好机友阿杰离奇失踪了 这件怪事发生在我中学时 这天晚上寝室内 静得出奇 室友都睡得很香 但阿杰却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他看了下手机 卧槽 都两点了 明天还要烤完雨 得赶紧睡了 说吧 他就刻意数起了羊 但越数却越有精神 便更加急躁起来 可渐渐的 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压在了他身上 高能预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就抬起身子 看了下 可这一看 却差点要了阿杰的半条命 只见一个石膏像 正压在他身上 更离谱的是 那石膏像的脸还诡异的笑着 阿杰瞬间被吓得大叫起来 顿时全宿舍的人都醒了过来 我就问了下 阿杰 你这是咋了 大叫啥呢 小仙 石膏像笑了 刚刚他就压在我身上 真的 你再做梦吧 大惊小怪的 赶紧睡吧 说吧 我们就熄灯继续睡了 阿杰也没想太多 以为自己刚刚是幻觉 也入睡了 但从这开始 往后的每天晚上 阿杰都会看见那石膏像压在他身上诡异的笑 于是 我就和他一起去找宿管 反映了这件事 宿管听后觉得很扯 但又非常好奇 就决定今晚守在我们寝室里 看看具体情况 到了半夜 宿舍大多数人都睡着时 那石膏像果然又出现在了阿杰身上 阿杰大叫着 宿管迅芒走过来 老师 他就在我身上压着 你看 快看 但奇怪的是 我们大家都没有看到那石膏像 哪里 哪里 我没看到啊 忽然阿杰只向了门口 他飘去门口了 要出去了 于是宿管慌忙看向门口 只见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顿时 大家都被这神秘力量吓了一跳 老师 他好像召唤我 跟他过去 我要不要去呢 去 必须去 我看他要搞什么名堂 说着 阿杰就来到了门口 我和宿管也跟了上去 只见阿杰在我们 来到了学校画室的一个石膏像面前 只见那石膏像残缺了一大块 顿时 阿杰看到那石膏像 好像被冒犯了一样 就一脚 把他踢下了桌子 摔得粉碎 我和宿管都不解 阿杰 你这是干嘛 对呀 阿杰 你干嘛踢碎他 就因为老子那天 不小心碰掉了他一个脚 就这么使劲的报复老子 今天我踢碎你 看你今后怎么报复我 奇怪的是 这之后的日子 阿杰好像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有出现过 只是学校美术室里 多了一个像阿杰的石膏像 再次见到他的那一刻 我真的累奔了 我叫小仙 最近刚入职了一所学校 成为了这学校的宿管 和我一起入职的还有大壮 话说这学校十多年前 发生过一场大火 把整栋宿舍楼都烧掉了 索性当时学生正在上晚不息 人员伤亡并不严重 但在学校宿舍 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传闻 半夜去走廊尽头的厕所时 如果有人从背后拍你肩膀 千万不要回头 并还要说我不是沙马特 即可保平安 如若不这样做 具体结果会怎样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没人敢尝试这晚 和我一块入职的同事大壮 当他半夜巡视宿舍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旁时 忽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下肩膀 忽然他就想起了那个传闻 顿时就怂了 吓得不敢动弹 结结巴巴的说 我 我不是 不是沙马特 说吧 等了半天 身后没有任何动静 他就大胆回头看了下 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 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和校长 顿时 我就对这件事产生了怀疑 校长却一本正经的对我说 你别整天戴着个帽子 还有 把发型搞得沙马特一点 直接说完 我是沙马特后就回头 信不信吓死你 听了校长的话 我不仅没感到害怕 反而兴奋起来 好 听您的 我现在就去搞个沙马特发型 做好了发型后 当晚 我就去宿舍楼查寝了 半夜时 传闻的那个事真的发生了 当我走到走廊尽头的厕所时 忽然感觉背后一阵寒气袭来 风吹了起来 紧接着有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肩膀 我犹豫了 就说 我就是沙马特 说吧 突然就停了 内阵背后的寒气也没有了 高能律警 头臂点赞 厄运退散 我回过头 看到的是一张少年的脸 终于找到你了 快走 失火了 忽然 我眼前火光一闪 等我缓过身来 西黑的走廊里 空荡荡的 什么也没有了 接着 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多年前 那时 我还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那晚 其他学生都在自习室上自习 整个寝室楼 只有我和阿杰在寝室打电动 玩着玩着 我俩肚子都饿了 但我又不想下楼去买吃的 这时阿杰就说 你个沙马克 真懒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个大哥来养你 说吧 想吃啥 我给你买 吃个面包吧 还有 你还好意思说我沙马克 自己不也一样吗 我这是潮流 你那是沙马克 不一样的 说吧 阿杰就笑嘻嘻的去买东西了 但阿杰刚走不久 寝室楼就着起了火 眼看大火就要蔓延到我这 我就赶紧跑下了楼 下去后 忽然听到楼上有人在叫我 沙马克你在哪 快逃啊 着火了 我仔细一听 是阿杰 他应该是又回来叫我了 可随着火势的蔓延 阿杰的叫喊声越来越小 渐渐的再也听不到了 后来得知了阿杰在大火中遇难的消息 好几友阿杰因为晚上把鞋正宽放 竟发生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晚正当我准备睡觉时 忽然听到床下阿杰和二狗吵了起来 阿杰我劝你晚上鞋子你最好别这样放 一正一反这样很容易招来难玩一耳的 我信你个鬼我今天还就这样放呢 说着阿杰就再也不理会二狗 二狗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就回到了自己床上 就这样直到半夜我睡得正香 忽然传来了敲门声阿杰走出去看了下 但空荡荡的走廊却没有一个人 阿杰就走回寝室可还没来到床上 那敲门声再度传来阿杰迅速又开门走了出去 门外却仍然没人 顿时阿杰万分疑惑 只好走回了床上 我们全寝室对这个敲门声都很闹闷 高能绿警投币点赞厄运退散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释 那敲门声再度响起 顿时阿杰火冒三丈 就气冲冲的打开门大吼道 隔壁的你们还有完没完 大半夜不睡觉老师敲我们门 但隔壁大壮也气冲冲站在门口说道 我还想说那类内青史类人 是不是刚刚一直在桥安类闷 阿杰听了万分疑惑 就把刚刚的事情和大壮说了一番 大壮听后顿时露出惊恐的表情 既然咱都没有桥队防类闷 哪桥闷类该不会是哪外野吧 大半夜你别说这个我信科学 你说了我也不信 算了就当换听好了 说吧阿杰就假装淡定的回了寝室 可回到床上没多久 那敲门声就又传来了 我们就任由这敲门声持续的 没有人愿意下床去看 最后我再也任何人就开门出去看了下 结果跟阿杰看到的一样没有任何人 我回到寝室后只见阿杰一脸惊恐的看着我 怎么了阿杰你为啥这样看着我 奇了怪了 小仙你说既然没人 那是谁在敲门 可这时二总却忽然急躁起来 谁敲门 你心里就没点数了 跟你说了 鞋子不要一正一反百放 你非不清 看吧 他来了吧 但阿杰却没有回话 只是满脸疑惑的坐在床上发愣 我就赶紧把阿杰鞋子摆正 就躺床上睡觉去了 可奇怪的是 敲门声也奇迹般的消失了 直到天亮 我们起床后 我忽然发现自己手臂上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红点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室友 没想到大家都出现了跟我一样的情况 从这以后 阿杰睡前总会检查下鞋子有没有摆正 隔壁寝室二号床铺的大壮无缘无故的被卫生纸勒死了 直到早上起床后才被室友发现 但奇怪的是他的颈部并没有勒痕 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学校 隔壁的我们寝室更是提心吊胆 这晚我们寝室四人都在议论这件事 一定是鬼干的 正常人怎么会被卫生纸勒死 但无神论者的阿杰却反驳 我看大壮指不定做了啥噩梦 在梦里被吓死的卫生纸只是巧合而已 完了我还欠大壮一顿饭 你们说他会不会来找我讨债啊 说不定他今晚就来找你了 大壮是二号床你也是二号床 要来找也是找你啊 妾无稽之谈不说了睡觉去了 时间来到半夜寂静的寝室里 忽然传来一阵噗噗声响 我们慌忙开灯看了下 竟然是阿杰从二号床铺掉了下去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并且脖子上还缠着一圈卫生纸 随时我们联想到隔壁寝室被勒死的二狗 不由的害怕起来下床后 我们轻轻吹了底下阿杰 但阿杰却毫无反应 就把他抬回床上 人工呼吸了几下后 阿杰风雨醒了过来 阿杰醒来后眼神惊恐的瞪着说 小仙我见鬼了好可怕 别怕好兄弟你细说 我刚刚睡得正好 忽然有一个学姐向我走来 并且她是漂浮着过来的 过来后她就说要勒死我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整个男前二号床铺的所有男生都要死 因为她就是因为她男友出轨才殉情的 她男友正是二号床铺的 那那后来怎么样了 然后然后我想跑但是跑不动 那学姐就哼起一卷卫生纸 不停的往我脖子上缠绕 我工期越来越困难 后来就啥也不知道呢 说到这我们寝室四人惊恐的互相对视着 为了缓解这紧张的气氛 我不知为何就说了句 都是做梦别太在意 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可正这时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我们向寝室外望去 只见是一个学姐模样的人 你一个看着我们 好机友阿杰因为半夜吃了阿婆的包子 险些把我也害了 这天半夜十一点 正在熟睡的我忽然被人叫醒 抬头一看才发现是好机友阿杰 小仙快起来了 你忘了白天约定好的晚上 去往吧打排位塞了吗 出于之前的约定 我就强忍着困倦 跟阿杰走出了宿舍 我俩悄悄的来到了寂静的校园 周围一片漆黑 只有学校大门口还亮着两盏路灯 我们就朝大门口走去准备出校园 可走了没几步 忽然就看到前面有个黑影 正慢慢向我们移动 随着黑影逐渐靠近 终于看清了她的样子 原来是一位老婆婆 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 走近后对我俩说道 小伙子买个包子吃吧 顿时我惊奇的发现 那老婆婆满脸皱纹 并且样子极为诡异 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阿杰就走上前去 并且走路的样子非常奇怪 我正要叫住阿杰 可嘴巴却张不开 眼巴巴看着她从那婆婆手中买了两个包子 之后那婆婆就莫名消失不见了 阿杰却没发现似的大口的吃着刚买的包子 似乎在吃山珍海味一般 小仙你也来一个吧 超好吃的 看着阿杰递过来的包子 我不知为何竟感到一阵肚子去疼 胃里也恶心起来 就对阿杰说道 阿杰我们还是回寝室吧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今晚就别去了吧 但阿杰却一脸嫌弃的样子 且敢小狗 说话阿杰就转身头也不嘴的朝校门外走去 肚子疼痛难耐的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寝室 第二天一早我往床下一看 发现阿杰还没回来以为他去上课了 可来到教室也没有发现阿杰的身影 顿时就很纳闷就这样直到晚自习后 我仍未见到阿杰越想越觉得离谱 就失去了困意在自习室多待了会儿 但刚到十点自习室灯忽然熄灭了 顿时我就很奇怪正常熄灯时间是十一点 难不成是停电了我就摸着黑准备走回宿舍 可刚出自习室就看到不远处有个人走来 仔细一看正是昨晚那个卖包子的阿婆 她走到我面前说道 小伙子买个包子吃吧 我很是疑惑就问起了她 阿婆您为什么这么晚才出来卖包子 因为白天学校人太多了 只能晚上出来买 尽管她的回答很奇怪 但我肚子偏偏在这时候饿了 就没忍住买了两个老婆婆随即露出诡异的笑容 买完后我就准备吃包子 可掰开一看竟发现里面有根香肠 高棱绿井头臂点赞厄运退散 但又好像比香肠硬很多 仔细看才发现 那根本就不是香肠是人的手指 难道这是阿杰的手指 顿时我大脑一片混乱就慌忙扔掉了包子 大叫着跑向宿舍可来到宿舍门口后 却怎么也堆不开门 正这时只见那阿婆鬼笑着向我走 身后还跟着阿杰 中学时那天晚上恐怖的上厕所经历 现在想起来都很可怕 那时候我们的宿舍都是没有独位的 晚上想上厕所都要到离宿舍500米远的公厕去上 可就在这天晚上12点多我忽然来了使忆 就穿起衣服悄悄走出门 向公厕的方向跑去 由于那时候厕所位置比较偏僻 所以晚上那一片很黑 但我还是能够分得清 男厕和女厕的就进了男厕 进来后立马得到了释放 可两三分钟后 我忽然听到了女生说话的声音 虽然声音不大 但在这大半夜异常安静的厕所 却显着尤其甚人 这时候我猛的一转头 忽然看到对面也是蹲坑 忽然我就猛了 我们学校的男厕所蹲坑对面 一直都是小便池的 难不成是我进城女厕所了 就慌忙的擦了擦 提起裤子往外走 准备进男厕所再解决剩下的一半 可出来后却傻眼了 高能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只见只有我出来的女厕的门 男厕的门不知去哪了 顿时我全身都冒起了冷汗 越想越觉得离谱可怕 就熬了一散门 大跑着向宿舍跑去 可跑到半路 忽然感觉肚子里 还是有些意犹未尽 实在没办法 就一头钻进了旁边的小树林 蹲下解决剩下的一半 可这时我脑子里一直在想 刚才发生的一幕 莫名消失的男厕所 还有那离奇的女生说话声音 越想越觉得可怕 就慌忙解决了下 啪了擦 提起了裤子 再次大叫了一声 可神奇的是 吼了这一声 感觉没那么害怕了 于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再次跑向厕所一探究竟 快到厕所门口时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可来到厕所门口后 离奇的事情又发生了 刚刚的消失的男厕所又出现了 顿时我愣住了 但是这时候 我真的非常想进女厕所再看一下 到底刚刚是什么神秘的力量 能让男厕所消失 可就在我打算迈进女厕的时候 忽然想到了一句话 好奇心害死猫 就赶紧止住了脚步 转身就回了寝室 后来有人告诉我 那晚我很有可能是被什么神秘力量 给蒙蔽了双眼 让我只能进 他想让我进入的地方 如果当时没及时出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永远被困在里面了 室友阿杰半夜看鬼片 真的吓到我了 还记得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我正在床上睡得正好 却被一阵惊悚的尖叫吵醒了 我往床下一看 才发现阿杰正在拿手机看鬼片 声音外放非常大 但考虑到室友之间的和谐 就没有说他顺便下床去上了个厕所 可正当我蹲坑爽快排泄时 忽然一道闪电划破长空 顿时厕所被照的一片通明 忽然我就发现厕所角落里好像有个人蹲在那里 还没等我看仔细一声炸雷 突然想起吓得我浑身发毛 这一下子也搞得我没了使忆 高能预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就起身去看了下厕所角落 奇怪的是走进后发现那里并没有人 整个厕所只有我自己 我越想越害怕就赶紧回了宿舍躺回床上 可刚躺下还没暖热被窝 就被床下阿杰鬼片的声音再次吓到实在无法容忍了 就对阿杰说 阿杰你能不能把声音关小点这样会影响我休息的 可谁曾想他却回了句 看鬼片声音小还有啥意思要是妨碍了你睡觉 你滚外面去睡好了 听到阿杰狂妄的口气 我再也忍受不了就下床教训了他一番被我教训后 阿杰才老老实实把鬼片关了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 才导致了半夜时恐怖的一幕半夜时我再次醒来 但醒来后却发现自己身处厕所里而且浑身动弹不得 忽然我再次发现厕所角落里那个人只见那人缓缓站了起来 软过身向我走来 此时又一阵闪电划破了夜空 我清清楚楚看到了那人正是阿杰 他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诡异面容 而且嘴里还散发着鬼片离鬼的叫声 我害怕极了 但怎么样都动不了 眼看着他向我步步逼近 我就大叫了起来 忽然我醒来了 才发现那是场梦 为了不再做噩梦 我就坐起身子缓解下状态 可坐起后却真的被吓到了 只见阿杰正坐在我床尾 诡异的看着我 我便使劲的摇晃了他几下 这时他才醒了过来 奇怪的是他却一句话没说的回到了自己床上去睡觉了 第二天问他 他却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 宿舍卫生间发生的那件事太可怕了 我们的宿舍楼每层只有一个卫生间 其中我每次上厕所 最喜欢的就是最靠窗的那个坑位 但这天晚上我来到厕所后正想进去 却忽然发现有个大叔蹲在里面 并且门还是半开的 于是我就选择了旁边的那个 等我上完后洗手时 忽然发现洗手台有个男生正在洗手 这男生虽然跟我不同情 但在这宿舍楼却经常看到他 每次见面都会互相打个招呼 可接下来一件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高能预警 头臂点赞 厄运退散 只见洗完手的他 推开靠窗的那个坑位的门 走了进去 顿时我就很疑惑 明明刚刚我出来时 那个坑位的大叔还没有出来 但这哥们却直接推门进去 难不成刚刚那坑位里的不是人 越想越害怕的我 就慌忙的离开了厕所 回到寝室 可第二天晚上上厕所时 恐怖的又发生了 我刚走进厕所 就再次看到了 靠窗那个坑位里有人 走进后发现 那门还是半开的 里面的人依旧是昨天那位大叔 更为诡异的是 他忽然抬起头 看着我音效 大半夜的 我联想到昨晚的事情 直接吓着尖叫着 跑出了厕所 刚出来 就在走廊 碰到了那个男生 他见我一脸惊恐 就问我怎么了 有 有鬼啊 你千万别去 靠窗那个坑位 那里面有鬼 听到后 只见他也害怕起来 之后的好多天 我再也不敢去寝室厕所了 终于 直到这天 我再也蹦不住了 这天放学后 好多学生匆匆经过走廊回到寝室 只见那个中年男也在走廊里 但经过他的学生好像都没有注意到他 我顿时吓得魂飞扩散 慌忙逃进寝室 好机友阿杰见我面色惊恐 就前来问我 小千 你这是咋了 见鬼了吗 这两天都觉得你不大对 宿舍楼厕所也不敢上了 快说到底咋了 阿杰啊 不瞒你说 我刚刚又看见他了 谁啊 兄弟我整他去 你们看不到的 他只缠上我了 少废话 快带我去看看他 于是我就带着阿杰来到走廊 只见那大叔还在那站着 我就给阿杰指了指那大叔 阿杰却笑了起来 他 救他 怎么 你也能看到他 他是咱们寝室刚来的宝洁 这时我才了解到 原来之前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下自己 悬了好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就飞快的跑向了寝室厕所 可刚来到厕所 就看见那个经常跟我打招呼的男生 正在洗手台洗手 他又微笑的跟我打了个招呼 可经过他时却发现了有些不对 转过身忽然发现 镜子里压根没有他 只有我自己 但他就站在镜子前呢 顿时 恐惧再次洗满了我的全身 在我们学校寝室到教室的路上 有一段十几米长的高坡路 就在这天 我下课后回寝室经过这里时 忽然听到背后传来声音 快跳 顿时 我就不由自主的往前跳了下 在我回过头后 奇怪的是 身后却没有任何人 我又环视了下四周 依然没有任何人 瞬间 我心里吓得猛一颤 就赶忙回了寝室 回到寝室后 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好机友阿杰 但阿杰听后却完全不信 你出现 换听了吧小仙 这世上哪有鬼 都是自己下自己罢了 我真没骗你 不信改天 你跟我去试试 于是四日白天 阿杰就和我一块来到了那段高坡路 刚走了没几步 我忽然再次听到了那声音 快跳 就不受控制的往前一跳 听见没阿杰 我就是听到了那声音 才不受控制的跳的 胡扯吧 我看你就是故意逗我的 我怀疑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所以产生了幻庭呢 没骗你 真的 听到那声音 我就感觉背后有人猛推我一下 非跳不可 要不陪你去医院看下医生吧 于是我就在阿杰的带领下来到了医院 但经过检查却没有查出任何毛病 就这样 之后我把这事告诉了二狗 可二狗听后却直接叫来了大师 小仙 这位大师乃昆仑山隐一人士 对于邪门儿的事情 没有他处理不好的 之后大师就长篇大论的吹了半天 最后却只给我了一个护身符 四日我就带着那个护身符再次来到高坡路 但依旧听到了那个声音 快跳 我还是不由自主的跳了下就这样 连续好多天过去了 每当我经过那里时 都能听到那声音时间长了 我一次跳的比一次远就这样 在学校运动会时 我李左英当的获得了全校跳远冠军 直到那一天 我像往常一样经过那里 听到那声音后 我轻而易举的跳了好几米远 在我刚站稳 突然就经见身后 玩来了一声轰鸣 我迅速转身看去 直见在我刚刚跳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大坑 那大坑很明显就是被什么东西炸开的 若是我没有跳这么远 绝对会受到波及 后来经过专业人员处理 我才了解到 原来这条路下面很多年前曾是地道 里面有很多战士及土雷干不幸的事 后来被鬼子发现 就放水罐和炸弹炸 地道全被毁了 好多战士也都牺牲在了里面 后来人们小心翼翼的 将烈士的白骨捧出 在不远处为这几位烈士修建了几座坟墓 等路修好后 当我再次经过那里时 就再也听不到那声快跳了 因为我知道那声快跳是烈士对我拯救的呼唤 最近学校后面的围墙有一个诡异的传闻 据说多年前 有个学长从这翻出去 可不小心摔在了地上 直接失去了性命 奇怪的是 从那后每当深夜 总会有学生看到他摔死的这堵墙上有黑影在这摇晃 这晚由于给阿杰庆生 我们一直吃饭聊天到很晚 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这件事 据说这堵墙可不只看见黑影那么简单 还有更可怕的传闻呢 啊 什么传闻 在半夜十二点时 你去摸一下这堵墙 摸了之后 必须马上回头就跑 如果跑得慢 就会被那学长的灵魂抓住 二狗 虽然我知道你是在胡舍 但要不咱们现在去试试 要是真被鬼抓住 我以后跟你姓 这可是你说的 于是我们二话没说 直接去了这围墙旁 来到距离这围墙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我们清楚的看到 这上面并没有什么黑影 我就说嘛 什么这传闻 那传闻的 统统都是骗人的 别急嘛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就在我们来到距离这围墙不到十米的地方 忽然听到了几声咳嗽声 我们四处张望 周围一片寂静 压根除了我仨没别人 奇怪了 刚刚是谁咳嗽的 我觉得应该是咱们都出现了幻庭吧 接着我们就来到这围墙边 一股作气三人一起摸了下围墙 之后赶紧转身跑 可正当我跑了不到二十米时 我忽然感觉腿像是灌了签一样 动得抬不起来 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顿时我恐慌极了 此时像是梦魇一般 我连话也说不出 正当我抬头准备叫阿杰时 忽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在我正前方不远处 有一个黑影漂浮在半空中 正当我不知所措时 忽然身后有人拍了一下 我赶忙转头一看 原来是阿杰和二狗 怎么了 小仙 我没有理会阿杰 继续看着前面的那个黑影 阿杰和二狗也朝那黑影望去 顿时我们三人都被这黑影惊呆了 隐约中我们看到他身着一件校服 脸部极其猙獰 就这样死勾勾的盯着我们 我们三人像是实话了一般 惊叹不得 这时阿杰忽然大声说道 假的假的确实假的 怕什么 奇怪的是 阿杰说完这句话 我们三人一下子有了力量 赶紧转身大跑着离开了这里 安全的逃回了宿舍 等这以后 我们就再也不敢玩这种诡异的小游戏了 暑假期间 由于我在学校旁边实习 所以就没回家 跟我一块实习的 还有隔壁寝室的大壮 我俩都住在学校寝室 只不过我住707 他住我隔壁 除我俩外 整栋寝室楼没了别人 原本一切都好好的 可就在7月14这晚 一件极其诡异的事却发生了 这晚我由于睡前喝了很多茶 所以很久才进入睡眠 但睡的并不熟 凌晨时分 我忽然听到走廊传来踏踏的脚步声 迷糊中 我听到那声音走到我门口停了下 然后又走了 接着就在门口旁不停的走来走去 非常吵闹 但迫于疲惫 我也没想太多 以为是大壮半夜在门口抽烟 接着就继续睡了 可谁知第二天我刚出寝室门 大壮就肿着熊猫眼向我走来 我就顺便问了下他昨晚的事 大壮你昨晚半夜咋回事不睡觉 老在门口走啥呢 你吵到我了知道吗 可大壮听后脸色却忽然煞白 我正想过来问你呢 以为是你半夜在门外走动 吵得我没法睡觉 那奇怪了 既然咱俩都没走 昨晚门外那东西会是谁呢 当晚大壮迅速来了我寝室 死活都要跟我挤在一张床 躺下后我俩很久都没睡着 一直在等那声音响起 等到半夜零点时那脚步声果然又响起了 我和大壮顿时吓得满头大汗 但出于好奇还是来到门口 我努力的透过门缝向外望去 只见门外有个身着连衣裙的女孩 看着装很明显不是我们学校的 更诡异的是 她的脸上竟然没有任何五官 像一张白纸一般 我顿时吓得动叹不得 浑身颤抖 大壮见我不对劲 就问道 怎么了小仙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一个女孩 渴她的脸 怎么了 很可怕 可怕 是不是跟我这样 听完大壮奇怪的言语 我纳闷的转过头 看了下大壮 可刚转过来 我却被吓到了 只见眼前的大壮面部 跟门外那女生一样 都没有五官 宛如一面平静 我和好基勇阿杰 由于放假没事干 所以申请留校成为了看护宿舍的志愿者 放假的第一天 我俩就在传达室 用喊话机询问每个寝室的离校情况 询问了很多寝室都已经离校 可当我们询问到320寝室时 却忽然听到寝室内有一男一语正在窃窃私语的说悄悄话 怎么回事 男寝室竟然有女生进来了 说着我俩就来到了320寝室门口 可当我们推开门却傻眼了 只见寝室内空无一人 而且房间早已清理的干干净净 也不像有人的样子 阿杰该不会是咱们听错寝室了吧 这看上去也不像是有人呢 应该不会听错 要不这样小心 你现在去传达室 我说下话 你若是听到 那就证明刚刚那声音就是从这寝室发出的 于是我就来到了传达室 阿杰说了下话 我的确清楚的听到了很明显 刚才那声音确实是从这寝室发出的顿时 我就感到了丝丝诡异的气氛 就让阿杰赶紧下来可奇怪的是 阿杰走出内寝室锁上门后 那男女怯怯私语的对话声再次响起 顿时我和阿杰都感到不残而栗 阿杰就慌忙问道 是谁 到底是谁在说话 这时 喊话机突然传来咕咕咕咕的喝水声 之后就再也没了声音 我和阿杰尽管被吓得早已心惊胆战 但出于敬业心理 还是认真的把寝室楼每个房间都搜查了一遍 但奇怪的是没有找出一个学生 直到后来我们在检查寝室楼就上岸时 才发现原来在320寝室里 几年前有一对小情侣在放假期间 趁宿管不注意偷偷住了进来 但由于某天男生抵御症发作 就强制让女朋友喝了毒药 随后自己也服毒自尽 这晚由于身体不舒服 所以晚上没去上自习 一个人待在宿舍玩着手机 正当我玩得痴迷时 忽然原本隐蔽的宿舍门被打开了 可门外却没有任何人 我慌忙走出寝室 东张西望了几下 只见空荡荡的走廊只有我自己 顿时我就吓得冷汗直冒 正当我准备进宿舍时 忽然一阵凉风吹 顿时我恐惧的情绪更加强烈 就赶紧回了寝室关上门躺回了床上 就这样没多久就睡着了 直到半夜十二点 忽然寝室传来一声尖叫把我吵醒 我顺着声音向床下望去 只见好机友阿杰正满脸惊恐的喘着突气 阿杰啊我说你大半夜大叫啥呢 刚刚就在刚刚我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小男孩坐在我床尾 说吧我连忙朝阿杰床尾看去 只见床尾竟真有一个跺痕 并且那痕迹还有些湿湿的 地上也有一滩水 当二狗和丁丁看到这一幕 他俩也惊住了 顿时我们整个宿舍的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阿杰接着就把刚刚的详细经过告诉了我们 原来刚刚睡觉时阿杰顿时觉得有些冷 就想把被子往上拉一些 可无论他怎么拉都拉不动 顿时就感觉很纳闷 高能预警 逃避点赞 厄运退散 他就碎眼轻松的看了下床尾 可看到后却吓得尸声大叫了出来 只见床尾正坐着一个身着红衣的小男孩 并且浑身湿漉漉的 面容极为诡异 听阿杰讲完 又联想到刚刚我独自在宿舍时发生的一幕 顿时害怕起来就这样 之后这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直到这天 我在外面逛街经过一个算命的小餐子时 忽然那算命的女人叫住了我 小伙子 我看你面色不佳 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些怪异之事 听后 我就饶有兴趣的走了过去 他二话没说 直接拿起我的手 接着说道 看来要趁早搬离现在住的寝室啊 里面有水鬼作怪 什么 水鬼 是啊 这水鬼原本是很多年前 也住在你们寝室 只不过后来暑假时 在水边游玩不声坠河 但他死后的灵魂仍旧经常回到这寝室 听到这算命人的话 我不禁的打了个寒战 之后就搬离了这寝室 这晚寝室只有我和阿杰二狗三人 正在我们玩手机时 二狗朝我们走过来说道 哎你们听说过吗 咱们自习室有件怪事 当你一个人在自习室里的时候 如果听见了背后传来脚步声 而你转过头去却什么都没有看见 又或者当你回过头的时候 灯突然的灭了 那就说明你见到鬼了 阿杰听后甚是反感 少在这双神弄鬼了 二狗你爱咋吹咋吹 我反正是不会相信的 如果真有鬼 你又看不见它 那你怎么证明它的存在呢 那还真有个办法证明鬼的存在呢 就是如果自习室里的灯突然灭了的话 你可以向后面扔一支笔 如果你没有听见笔落地的声音 就说明有一只鬼在你身后 但是切记 不要轻易的用这种方法来验证 不然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最好的方法是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 就好了 我和阿杰觉得二狗在故意吓唬我们 就没有在意 直到这晚高能律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阿杰独自在自习室写作业到很晚才结束 抬头才发现 诺大的自习室已经只有他一个人了 他就准备起身离开 可就这时 忽然从身后传来了一声踏踏的脚步声 阿杰很是好奇的回头看了下 可身后什么也没有 阿杰顿时感到很疑惑 正在他思考时 自习室的灯忽然全都灭了 此时阿杰猛的想起了前几天 二狗说的自习室传说 难不成二狗说的是真的 罢了 不管是不是真的 我今天试试再说 阿杰就赶紧拿起了笔 准备往身后扔过去 正要扔的时候 忽然想起了声音 同学 自习室已经熄灯了 你怎么还没走 阿杰回头一看 原来是保安大叔 什么吗 果然不出所料 二狗真的是在吹牛 之后 阿杰就回了寝室 可第二天中午再次来到自习室时 刚进屋 阿杰忽然就被门口的自习室徐之吸引到了 只见上面清楚的写着 为鼓励大家多学习 全校自习室提供全天24小时供电亮灯 不关门 此时阿杰也忽然想到 学校也没有什么保安会晚上巡逻 顿时就觉得事情不对 就转身回了寝室 来到寝室后 就把这事告诉了二狗 那你昨晚向身后扔笔了吗 没有 后来听到那保安声音就没扔 也许那保安就是自习室里的鬼 变得比说不定 这件可怕的事跨生在多年前 这位补习老师由于要到山下的学校去一趟 所以我们三人一起结伴下山 可当我们走在半山腰时 忽然有两个身着白色宽松衣裤的女人 面无表情 毫无声息的从我们身边走过 这大半夜的我顿时被吓了一跳 哎哟 怎么这么吓人 一声不吭的 我顺势转过头 只见那两个女人像是没听到似的 继续向后走去 有没有搞错 这都听不见吗 你俩在说什么 什么一声不吭 听不见的 就刚才走过去的那俩女的 走得这么悄无声息 太吓人了 什么女人呢 我咋没看到 她在哪呢 啥 这么大俩人你竟然没看到 阿杰啊 你在想什么事呢 就这样 我们以为是阿杰 故意装作没看见 就没在意 三人有说有笑的下了山 可我做梦都没想到 这件事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几个星期后 由于马上开学 所以这晚 除了我其他同学 都没有来上补习课 晚上放学后天 居然下起了大雨 但天也这么晚 我也不得不猛的冲进雨冬 大跑着往家赶 但这晚的路我感觉 怎么都走不完 广乎变得很长 就在我今霹雳节的时候 忽然听到了一声声音 顿时我就害怕起来 总感觉背后有人跟着我 我就加快了步伐 可那声音的声音 却越来越清晰 走着走着 我就来到了一棵大树下面 刚好就进去地下雨 可我刚来到这树下 忽然就感觉有人拍了我一下腿 我转头一看 忽然发现一个身着白衣的女人 只见她挺着大肚子正蹲坐在树下 刚刚那声音声正是从她这话出的 她冲我说道 小弟弟 我快要生了 你快救救我 扶我一把行股 我顿时有些质疑 但面对她一生生的苦苦哀求 我也不忍心 视而不见 就胆怯的问 阿姨 你这是咋了 弟弟 我肚子很痛 我 我要生孩子 但又 好痛 那我去叫人过来行吗 不用不用 你扶我一把就行了 好 好吧 说着我就走过去扶起了她 只感觉她的身体很冰冷 我试图去看清她的脸 可奈何光线太暗 什么也看不见 可正这时 天风划过上半天 我把大地照着百云百中 此时 我也看到了那张脸 只见她脸上根本没有有关 只有在嘴那里有个小物件状后 我本能的大叫着摔开了她的身体 连滚带爬的下了山 但身后还时不时传来那女人的请就声 那天后我生了一场大病 但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我也不清楚那天遇到的是人还是鬼 但每当想起 心中就会有种莫名的恐惧 隔壁无人寝室半夜突然亮灯 背后的原因太语异了 在我们707寝室旁边的706寝室没有住人 而且从我们入学以来都没见他们被打开过 我们也一直对这个寝室里的一切感到好奇 可诡异的是这两天晚上我半夜上厕所时 总能看到里面亮着灯 而且更奇怪的是那灯还忽明忽暗 分为甚是诡异 这晚我们寝室刚聊完骚准备入睡 忽然门外响起了脚步声 只听的那脚步声越来越近 渐渐的走过我们寝室门口 好像停在了706门口紧接着就传来了开锁的声音 顿时我和室友们惊呆了 阿杰就说道是谁在开706房门吗 我听着像奇怪了 这是还是第一次见我倒要过去看看是谁在开门 说着阿杰就下床来到706门口 这才发现706寝室果然有人进去了灯是亮着的 可诡异的是那灯仍然在闪 阿杰二话没说直接敲起了门边敲边说 里面有人在吗 可阿杰刚说完那灯忽然熄灭了 阿杰就扫兴的回了寝室 第二天我和阿杰就一起去了宿馆这 把这件事告诉了宿馆 可宿馆听后脸色却瞬间变得惨白 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俩说道 你你们真的听到脚步声 看到706寝室灯再闪了吗 是啊咋了 是不是在五月十二点之后 对对啊 不不可能 这这怎么可能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 好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 不过你听了可别害怕 接着宿馆就把这件曾经的离奇事件缓缓到来 三年前706寝室有一个叫阿辉的女生 学习很刻苦每天都是半夜十二点过 才从自习室回来 我们见他这么努力 就特地等他回来后 才关宿舍大门 那后来呢 阿辉怎么了 死了 什么 死了 死了就在三年前冬天 就像昨天那么冷 他也是十二点后才回来 那天706的灯坏了 开关漏电 一开灯就被电倒了 最后那面容真的很难看 据说那天 706寝室的灯一直在闪烁 但后来我们才知道 宿馆这天说的阿辉的故事 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其实那房间里藏着他的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 所以为了不想让别人发现 他就利用三年前那场意外 特意编造出了这么个谎言 没完闪烁的灯也是他故意搞的 可就在宿馆对我们说谎的当天半夜一点 他就一个人得意洋洋的再次来到706寝室 正当他准备打开门进去时 高能律警 投币点赞 厄运退散 忽然背后传来了一阵诡异的脚步声 宿馆赶紧慌张的回过头 谁 但奇怪的是身后并没有人 正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室内的灯竟然自己打开了 并且一直在闪烁 开学那天发生的那件事 太让我匪夷所思了 为了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我就提前几天回了学校 来到寝室门口 我就打开了门锁 进去后就把行李先放在宿舍 休息了会儿后 觉得有些无聊 就起身准备去网吧玩会游戏 顺便拿了几个从家乡带来的特产 贿赂一下宿馆大叔 宿馆就很高兴的收下了 在网吧一直玩到晚上七点 我就回了宿舍 可当我准备开宿舍门锁的那一刹呢 高能御警 炒币点赞 厄运退散 我忽然想起 宿舍门锁在上学期临近放假时坏掉了 所以假期离校那天 寝室门是没有锁的 后来 最后离校的好机友阿杰告诉我 他找宿馆大叔要了一把新锁彩锁上的 除了宿馆那里的备用钥匙 其他的都在阿杰手上 顿时我就猛住了 那我刚刚是怎么开的门 难不成是之前的钥匙 我就再次准备试下 但无论我怎么样都塞不进去 更别说开门了 我就赶紧给阿杰打起了电话 别听说电话那头的阿杰却说 是的 小仙在我离校那天 我专门给宿馆要了把新锁 除了宿馆那有把备用钥匙 其他的都在我身上 这样吧 我今晚半夜就到了 你来车站接我吧 电话挂断后 我愣在了寝室门口 尽管是九月的天气 但我竟敢到了一股寒一袭来 越想就越觉得这件事太可怕了 就赶紧转身去宿馆那准备要下备用钥匙 可来到宿馆是窗前 宿馆察觉到我后 竟一脸惊讶的看着我 这位同学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瞬间我就惊呆了 下午三点多啊 我还贿赂了你几个苹果呢 这就忘了 但宿馆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这件事谜团更重了 你胡说吧 我在这做了一下午了 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一个人影都没见着 经过跟宿馆的一番辩论后 我早已身心疲惫 就说 行吧 你说啥都是对的 快给我寝室钥匙吧 我想回寝室歇会儿 于是拿到钥匙后 我就赶忙回了寝室 回去后躺在床上休息时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难不成我得了妄想症 还是说刚刚是幻觉 就这样 到了晚上十一点 我就来到了车站 接到阿杰后 就打车回了寝室 进屋后 就问起了阿杰 阿杰 你确定你走的时候 把门锁好了 对啊 非常确定 我和宿馆一起锁的 宿馆还拽了好几下 还夸着新锁质量好呢 听到阿杰的解释 我便更加陷入了自我怀疑 小仙 放假时 你说要带你家乡 特产苹果给我的 呆了吗 呆了 可正当我给阿杰拿苹果时 却惊呆了 只见那包装封口 还未打开过 难不成我 真的进入了平行世界 我们学校的实验楼 由于养过很多小白鼠 所以经常会招来很多野猫 这些野猫 时常发出凄惨的叫声 尤其在晚上 这些叫声 更是让人毛骨俗然 在某个狂风暴露天晚 我晚上十一点多 接到学长的电话 因为实验原因 要我过去实验楼弄点事情 尽管百般不情愿 我还是打伞 顶着电闪雷鸣 跑着去了实验楼 刚进实验楼前门 就遇到了管理员大叔 他刚好要关闭实验楼大门 我请求他等我几分钟再关 被大叔埋怨几句后 我赶紧坐电梯上去楼去办事了 电梯到了 门一开 整个楼层都是漆黑一片 只有电梯叫香散发出的微弱灯光 我打开手机电筒 抹黑走去实验室 走廊两边挂着不少科学家名人的画像 这个时候用手机的电筒照顾这些肖像画 那画面特别灵异 让人心里发毛 到了实验室后 迅速的把学长交代的事情办好 就赶紧锁好门出来了 一转身就看到走廊尽头有两颗绿油油的小点 突然冰冷的空气中响起一声凄厉的猫叫 我腿都软了 差点没被吓晕过去 下意识用电筒光一照 原来是只野猫 不知道什么缘由 这只野猫似乎在哪里受了委屈 一见到有人就赶紧跑了过来 我没打理他 刚好腿来劲了 撒腿就向电梯跑 好不容易等到电梯门开的时候 惊讶发现那只野猫就坐在我脚边 以为他也要蹭电梯 就示意让他进去 没想到这野猫就静静的坐在电梯门口前 看着空荡荡的电梯 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进去的迹象 以为他不敢进来 看他没动静 我就先进电梯 按住开门的按钮 蹲下来引诱他进来 可是他依然纹丝不动 眼睛死死的顶着我身后 空荡荡的电梯叫香 突然他一个转身飞快的从电梯门口 跑向旁边的楼梯 一溜烟的消失在楼梯口 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 我早就松开了开门的按钮 可是电梯门没有丝毫要关上的动静 一阵凉气从背脊升起 因为突然想起朋友说过 猫眼能看到某些东西 我瞬间吓怪了 一下子跳出叫香 学着野猫向楼梯口飞奔过去 飞跑着从楼梯一口气跑到一楼 这时候看到管员大叔 正守着门口准备关门 看到某人心里就安定一点 叔 您刚才有看到一只野猫 从这楼梯口跑出去吗 你是说那只黑色的野猫吗 我刚从电梯下来也在找他呢 什么 电梯 想起刚刚发生在楼上电梯口的一幕 难不成 这大叔就是 我们的学校是在一个小山包下面建的 是回字型的 后来听老人说那里以前是乱葬岗 那一年我上初一放暑假时 我们学校的一位校长 因为他和我同乡 而且知道我的胆子很大 也知道我的家里穷 所以就叫我来看护了 并且说好了给我150元钱作为报酬 听说以前是一位老人看护的 因为放假前两个月他去世了 而临时又很难找到人来看护学校 而且那时也正是浓忙的时间 我就这样开始成了看学校的护安员 主要的职责就是看好学校的东西 不要给人偷 但是就在8月27号的哪天傍晚 我独自一人坐在学校里的操场上听广播 这时看到一个人身穿着一件绿色的针衫装 而手里好像拿的是一份报纸 但这个人却没朝我这边 而是往斜坡的右边学校的厕所那里去了 那厕所是在学校的西边 只有一条路进出 其他地方绝对没路走的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 他也没出来 我怕有人护学校的什么东西 所以就拿着手电筒进去里面看了看 先到男厕所里面没有看见有人在 我想不可能进错女厕所吧 就也进去女厕所看了看 但也没人在啊 我心一惊 不会是那个人们常说的鬼吧 那天我一夜没睡 谁知半夜又有人敲门 那声音就好像敲木鱼一样 一下一下的 我又不敢问是谁敲门啊 虽然我胆大 但都把我吓得半死 不过 那一夜我安全度过了 第二天晚上 我叫了一位朋友和我同住一室 他也想证实一下我的所说啊 因为他胆子也不小 两人一晚都没睡意 想不到两人聊到两三点了 都困了 他说我骗人的 就先睡了 我也迷迷糊糊 有了睡意 也不知过了多久 厨房里那边传来的游洗碗 洗筷子 倒水 炒菜 还有扳桌凳 总之像是有人在那要开饭时 所有声音都有 我也以为 是日有所思 也有所梦吧 于是我叫醒我朋友 让他一起听听 他睡意没醒 给我一叫 我示意他 不要大声 要他听听厨房那边是什么声音 两人瞪着眼 大气都不敢出 那时是大热天啊 都把被子往身上拉啊 两人都在哆哆嗦嗦不停 我们都一身大汗 也不知道是热出来的汗还是下出的冷汗 我们谁也不敢探出头来 那时天差不多亮了 那声音我们听了好久 才慢慢没了 听到外面大陆有人走的声音 我们才从被窝冒出头来啊 天已经大亮 他起来对我说他要回去了 这里那东西好猛啊 你多保重 马上头也不回的回家去了 我想今天晚上 我一个人要怎么在这鬼地方度过 也差不多黄昏黑了 我没办法只好回学校 老远看到厨房的烟蹭里有烟冒出来 我想终于有老师来了 我走快了几步来到厨房门口 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 门上那把锁还锁在那 刚才不是明明看到有烟 从烟囱上面往外冒了 那时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由得我去细想 我全身都凉了一半 把腿就跑了 跑了不多远 我回头看了看 那烟囱上面还有烟冒出 那时我好害怕 我今天我打死也不回学校住了 我想我只好走路回家了 回到家里我告诉我爸爸了 他只说了一句叫我明天不要去了 第二学期我就离开了那学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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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